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马上就到国庆节和中秋节了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民来说呢,没有什么节日是比这两个节还要重要的 所以从很早之前,各大卫视就已经开始筹备中秋晚会和庆祝国庆的活动 当真是盛世好大 不能看出各大卫视和各个节目组对于这两个碰撞在一起的节日都极为重视 所以花费了许多心血 天天向上也是如此的 在下期节目,汪涵老师将趁着此次假期带领其他几位天天兄弟去探班大地歌颂剧组 也就是为庆祝国庆节和中秋节开始彩排的一个节目 非常重大,也很有仪式感 大地歌颂剧组主要是分为六个章节 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去叙述祖国的伟大 同时来表达对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庆祝与信息 从整体框架就能看出来了 剧组工作人员应该是花费了许多的心思 毕竟这样一个盛大的节目可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出来的 大地歌颂剧组当中有很多的演员都是前锋的老友 双方一见面那叫一个激动呀 而其他几位天天兄弟更是十分的活跃 完全放飞了自我,化身为孩子王 其中王一博和前锋玩的特别高兴 两个人就像是长孩子一样脱去了偶像的包袱又唱又跳的 但是两个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先是看前锋,他可能是适应了这种场合 面对这么多的孩子也没有任何的意外 而是主动的在那里唱歌,带领着孩子们表演 再反观王一博,那叫一个素手素脚,手足无措呀 别看王一博习惯了人多的场合 但面对这么多的孩子还是头一回呢 而且在面对小孩子的时候 王一博总是有一种不自觉的害羞 不过在跳舞的领域上,王一博可是绝不退缩的 看位置好像还成为了领舞呢 但是随后的镜头让粉丝们笑到垂墙 只见还站在一个高高的板凳上面 被大张伟和几个孩子推着走 颇有孩子王的架势 但是王一博却不知所措 用手捂着脸笑 看得出来王一博当时也是很被动的呢 另外,此时的前锋也正巧说了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这句台词 同时还顺势指向正在从自己眼前飘过的一波 仔细一想,确实还有些契合呢 这样的王一博少了些平时的高冷裤盖 多了些奶门 也让粉丝们想起来他刚出道的时候 号称是洛阳白牡丹的模样 有很高的相似度 最重要的是,看到王一博想笑 自家粉丝也忍不住跟着笑了 毕竟在舞台之上,王一博一直是主场 有很强的掌控力 如此被动,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情况 倒还真的不多见呢 但是,从王一博的眉眼当中看出来 他是真的开心啊 在面对小孩子的时候 不需要有任何的伪装和包袱 完全放回自我 尽管很被动 但是王一博的状态是轻松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